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小鐵的頻道 我們現在在哪裡勒 我們現在在巴黎台北港 然後我們今天呢 要去台北港 釣船機 然後現在呢 下雨 那氣象雨保證說今天會有雷雨 那我們再看看 今天的釣況怎麼樣 喔 感覺有點重 現在拉起來了喔 那這個重量非常的重 也不知道是種了什麼魚 拉起來非常有沉重感 這感覺很像是烏魚 但是它重量非常的重 這個手感感覺應該是有兩斤左右喔 大家看到這個竿子彎曲的幅度就知道 然後又很會鑽很會鑽 非常會鑽 這在拉雨非常有感覺 雖然我今天想要的貨是 黑貂 刺刺 可惜啊 目前的第一竿 種的就是烏魚 大家看到了喔 是一隻烏魚 非常大隻 那今天喔 我的配置呢 就是 炎狼機 430的炎狼機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 Shimano的Lalisa 這一顆 E3年的 這一顆是E3年的 然後再來搭配我們的 3號 Okuma的母線 再搭配我們的 2號的 Toyo 的鑽石線 這樣子的配置 那我們採用的是單勾 然後搭配我們的 5號 5號的千釉勾 下去做掉 那勾子呢 只要綁一門就好 因為畢竟 這種深長的 比較 有機會會爬樓梯 所以說我們基本上 都採用單勾 當然也不是不能雙勾啦 只是說要採用雙勾 所以我必須要有相對應的釣組配置 那我今天就是使用單勾 這樣子 然後 鵝的部分 就是用 南極蝦 那今天總共帶了 三種鵝 就是我們的 R8煉鵝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南極蝦 還有就是蝦仁 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 幼鵝部分 就是打 黏巴打的牛逼 這樣子去做掉 那這就是 我第一竿的狀況 那我們再繼續往後看 現在看到 目前 正在咬耳 抖了一下 羊幹 那現在呢 我們看看 釣到了什麼 目前 桿子彎曲的幅度 還不錯 那這一隻 是延狼雞 那現在 已經慢慢的 在拉筋了 我們來看看 是什麼 喔 既然是 神阿丁 神阿丁這種魚 有神經毒 大家都叫它 冰釋 因為它有三隻刺 這種刺到 基本上 你會非常痛 然後 會非常的 腫脹 難受 所以呢 釣到這種魚呢 越大隻 越要小心 最好呢 就是 減線 最好是最安全的 不然這個被刺到 基本都得不偿吃 好啦 先這樣啦 先這樣啦